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理查 率领的参议院代表团 在今天清晨抵达了桃园机场 由我国外交部政务次长曾厚仁前往街机 双方互碰手肘 致意之后也一起合影留念 而这回访问团 加以外交泡泡的模式 展开五天访台行程 除了贵务总统蔡英文 也会到立院来进行国会交流 以下接和我方街机代表 外交部政务次长曾厚仁 互碰手肘致意 法国参议院由台小组主席理查率领访问团 六号清晨六点三十八分抵台 双方也在登基门合影留念 访问团五人中还有共和党 社会党以及中间联盟跨党派的参议员 抵台后才外交泡泡模式 短暂停留五天四夜 十号深夜离开 预计拜会蔡总统也会进行国会交流 不过十号的双十国庆 访问团不会出席 八号会来拜访立法院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强大会用最大努力进地主之仪 因为理查原本规划今年三月访台 但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也 数度言辞恫吓 理查不畏惧中国非常坚定要来台湾 而在他的促使下 法国参议院更首度高票通过 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决议 挺台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面对中国的一个坚强的一个打压 但是他还是非常坚定的 要率团来台湾访问 这也是表达对于台湾的友好 以及他支持自由民主 这样一个坚定的一个决心 访问团出发前 驻罚代表吴志忠也和理查一行人合影 相隔三年理查再度率团访问台湾 彼此间盟友关系 渴望再生化 这种好报道